一辆德军坦克 撞翻了苏联厨子的热轴 躲在一旁的苏军厨师看见之后 十分的生气 两军交战不能浪费粮食 于是顺手拿起一把斧头 爬到了坦克上面 对着坦克一顿乱砍 这个操作给德军坦克车长整懵逼了 明明没有人呀 这是谁在敲坦克 见鬼了不成 德军也不敢出来 拿着机枪向四周乱扫 这下苏联厨师更怯了 撞翻了我的热轴 还单胆向我开枪 抡起斧头对着枪口就是一顿乱砸 三下五除二 就将机枪口给捶弯了 还对着里面的德军骂骂咧咧 德军很快发现坦克上有人 于是一个加速 差点将厨子甩下了车 愤怒的厨子撕下围裙 挡住了德军士兵的观察口 又脱下袖子 堵住德军机枪口处的缝隙 没了观察口的坦克 两眼一黑 就像一只无头苍蝇 一头扎进了旁边的帐篷 德军坦克长越来越慌张 厨师用斧头劈开帐篷 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还没有解心头之恨 对着坦克又砍了起来 一边砍还一边骂 为了防止德军从坦克里面爬出来 厨子开始自导自演 制造有很多人的假象 这下可给德军车长吓坏了 厨子又挽起了自己的厂项 烧火点燃了帐篷 打算熏死里面的德军 搞不清楚状况的德军士兵 还以为被苏军一个团包围了 不想死在坦克里面 只好交枪投降 厨子一把夺过机枪 让士兵将所有武器扔了出来 德军坦克车长转过身 眼前只有一个厨子 赶忙四处观望 确认确实只有一个厨子之后 顿时一万只马从心底奔驰而过 厨子将德军坦克兵五花大绑 还放了一手莫斯科的郊外 等到苏联游击队回来的时候 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因为厨子英勇的表现 上级将他转为了侦察兵 1945年欧洲战争结束时 厨子也晋升为中尉 被授予苏联英雄和列宁勋章各种荣誉